REI TV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我是REI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我購買了這支iPhone SE 它的一個小技巧 因為大家大部分呢 空間呢應該都是浪費在 不是浪費啊 花費在上那個照片啊 或者是影片 尤其是影片容量都越來越大 因為大家可能拍攝影片啊 可能從以前的Full HD啊 然後到現在都變成 基本的4K了 可是我建議大家啦 因為其實說真的 4K在手機上的畫質呢 基本上跟1080p 是差不多的 因為手機上這個螢幕它的尺寸 比較小了一些嘛 另外一個就是它的像素 裡面原本的像素呢 就沒有到達4K了 所以你4K的影片放在這個上面呢 也是屬於浪費的啦 那所以呢 基本上我的建議 像我自己是買這種 這支呢是64G而已 我沒有刻意去買到128或256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的習慣呢 當然我一些 除了拍照 錄影分享給大家那些影片啊 我會用比較專業的相機去拍 那手機呢 就是一般的 隨性的錄影這樣子 或者說 可能方便啊 零食啊 好用的 比較快速拿出來做實用的 那這些影片呢 基本上也不大 而且我儲存方式呢 會有一個 我希望是它壓在1080p好了 那其實就像我自己在錄 像現在目前看到這台錄影的相機呢 它的畫質呢 我也都是把它開在那個 1080p而已 我就沒有把它開在那個 4K的畫質 因為說實在的4K 即便是用到專業的相機之外 4K認為上也是沒有什麼用 因為我現在目前啊 上傳Youtube上面的影片的話呢 基本上還是以1080p為主 那4K的話呢 雖然畫質比較好沒有錯 可是大部分的人呢 目前還用不到4K啦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東西就是 怎麼在你這個有限的容量之下呢 去自動備份你的 手機裡面的相片跟影片 那重點是 這個方式呢 還可以無限制的儲存你的東西 也就是說 所有只要經過你手機拍照的影片啊 拍照照片跟錄下來的影片的話呢 它都會自動幫你備份到雲端 而且呢 這個雲端呢 是沒有空間限制的 那是哪個APP這麼神奇呢 其實這東西大家應該都知道 是Google他們推出一個 Google相簿的APP 你就記得把這個Google相簿下載下來之後呢 然後進去這個的裡面 這個的裡面 那它其實備份很簡單 你就是左上角進去設定裡面 那做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呢 進來這邊之後呢 進到備份與同步處理之後 這邊呢 畫面上面就是會有告訴你 呃 這邊部分你點點下面這個 有一個上傳大小 這邊有一個上傳大小 那這邊呢 請大家把它改成高畫質 因為它這邊有告訴你的 免費 但是沒有限制儲存空間 不管你今天有 1G啊 2G啊 10G啊 100G啊 甚至1000G更高的 容量的影片 它都可以讓你去做免費的儲存 但是呢 你如果要煞載原子 它就會占掉空間了 那其實這邊呢 相信大家不用擔心 其實1080P 能洗出來的照片 也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夠用了 那 比較不用再去說我要洗出 呃 喔 有啦 今天你如果是要洗出像那種 整個床頭的昏紗罩 那種非常非常大的之外呢 那種呢 像素就必須用比較大一些 那可是呢 如果今天是常用的 比如說 可是說實在的 我們現在也很少去洗相片的啊 但是你如果要寫3x4啊 4x6啊 這個畫質絕對都是足夠 可以做使用的 然後 這是照片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呢 相片跟影片的備份子機 你可以選擇 你如果今天啊 你有 呃 你有 4G吃到飽的話 我建議呢 透過行動數據可以把它打開 那如果你沒有吃到飽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這個就不要打開 就是當你回到家裡啊 或在辦公室有無限Wi-Fi的環境之下呢 他才去備份做這些處理 好 好 下個摘好之後呢 你就回到你的手機 今天你登錄你的手機之後呢 啊 我拿我另外一支手機給大家看一下 OK 當你的手機呢 你有兩部以上 同時登錄這個APP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同步的畫面了 比如說呢 你從這支拍 然後 同時間你只要做好備份之後呢 這一支也會馬上做出現的 所以呢 這個APP非常非常容易變 那重點是 它現在是無使用上的限制 以前它還有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會有一些幾G幾G的容量限制啊 現在呢 已經完全沒有了 只要你的畫質符合它的規定 1080P 然後 符合這個規定的話呢 其實都完全是免費 非常非常的好用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簡單的分享這個 希望對大家在使用上呢 會有一些幫助 因為這個貓晶器呢 對於小榮耀的iPhone來講的話呢 是非常好用的喔 OK 今天簡單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